美國現在想盡辦法 要把大陸圍堵制式 製造一個區域型的戰爭 但大陸他難道真的沒有計 可以解這個局嗎 剛才寒冰哥已經說了 最近中印邊界 開了45年來的第一槍 當然第一槍誰開的 當然都是對方開的 不可能是自己開的 但是為什麼會開這一槍 嚴格來說 印度在說 我認你很久了 我忍你很久了 過去20年的過程當中 大陸一直在做一帶一路 做一帶一路 很多人就說 做一帶一路很簡單 不是就是挖一個鐵路 弄一些所謂的一個 海上的一個航路 物流通了就這樣子 其實不是 這裡面其實是一個大戰略的 我們先來看這張圖 這張圖是印度半島的圖 印度半島 老大哥是誰 當然就是印度 為什麼 印度人家地大物博 人口高達13億人 最強的一個國家 可是往上面一看 真糟糕 第一個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最早 中國的戰機賣出去 就賣到哪邊 就賣到巴基斯坦 第二個 尼泊爾 尼泊爾再往上走 就是中國大陸 尼泊爾長期以來經濟 靠誰支柱 還是中國大陸 再來 孟加拉 孟加拉跟巴基斯坦 這兩個國家 都是姓回教的一個國家 印度姓 印度教 過去因為宗教 英國把它硬活生生地撐開 而孟加拉 大家不要忘了 中國它一直以來 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藍圖 這條藍圖就是 如果有一天 我的馬六甲海峽被封了 他這邊有一個油管 是沿路一直可以往上走 走到昆明 沒有這條海路 我走陸路 對 所以孟加拉跟誰比較好 孟加拉跟中國大陸 還是比較好 往下走到斯里蘭塔 這邊還有一個叫馬爾蒂夫 斯里蘭卡目前都在做深水港 馬爾蒂夫所有重要的地方做港口 所有的飯店運營賣的 中國人全部都買 所以大陸在幫這兩個地方在建設 所以我們簡單的說 就這個地方來說 印度其實被團團圍住 他不是要當老大哥嗎 而團團圍住 這些小老弟們 後面都有共同的一個老大 這個老大叫做大陸 好 可是我們來看 美國它也不是省油的燈 美國他們的戰略意思是什麼 美國的戰略意思是 沒關係 你在這個地方 做所謂的一個小區域的 一個所謂的圈圍 我要做一個更大區域的 這個更大區域的圈圍是什麼 原來這個更大區域的圈圍 一看 不得了 為什麼 它是從日本橫須賀軍港 一直往下面走 走到哪邊 走到了關島基地 再往南走 走到澳洲的達爾文 連接到印度當中 畫了一個更大的圈 你把整個海從西太平洋 到印度亞全部都框起來了 這框起來的過程當中 它涵蓋的一個架構 包括了大型的空軍基地 包括了大型的一個海軍基地 對美國來說 我就是要這個地方 把你給框起來 所以你有你的神仙劑 我有我的過橋梯 可是雙方在這邊打的過程當中 大陸最近他們在思考什麼 他們說既然馬六甲海峽 這麼的一個重要 我在這個地方 我要不要在這個地方 再來做突破 所以最近突破的點就有趣了 在泰國跟馬來西亞的一個 連接點有一個地方 這個地名叫什麼 這個地名叫做克拉蒂峽 這個克拉蒂峽 它的地不太大 全部涵蓋的一個範圍 大概20幾公里 大家都知道巴拿馬運河吧 知道 巴拿馬運河就是 巴拿馬那個地方有一個缺口 我把這邊打通了之後 太平洋到大西洋就通了 雙方各開三四個航道 我同時船都在走 這是不是一個解法 是解法 所以這個地方克拉蒂峽 大陸現在預計要花300億美金 來做所謂的克拉運河 我只好能夠過了所謂的克拉運河 我還需要你在巴拿馬海峽 來封鎖我嗎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但最近印度有點窮 為什麼 印度是G20有全世界前20大的 所謂的開發國家 可是開發國家當中 最近數字非常非常的辛苦 它目前的第二季 產生了接近23.9%的一個衰退 現在來估計2020年來到這個地方 他們的經濟衰退的數字 會高達11%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經濟整個起不來了 現在還有更麻煩的 印度14億人口當中 現在居然有接近2億人 要落入到整個貧窮線之下 所以最近印度拚命在打 中國的APP 可是立岡 你猜有沒有效 應該沒效吧 真的沒效 為什麼 印度不是沿路都在打TikTok嗎 印度有6億人在做TikTok 結果TikTok 8月份 全世界所有的APP 獲利冠軍還是TikTok 大家怎麼打 印度怎麼打 美國怎麼打 可是印度這個市場 居然有13億人口 他這樣打居然還打不掉TikTok 因為大家真的是太愛用了 代表TikTok非常的好用 所以印度來到這個地方 能不能夠突圍 中國來到這個地方 會不會在中印邊界 產生更大的一個 所謂的衝突 我們是希望不要 但是就歷史淵源來說 印度公我倫利很高的 我們看到 美國想盡辦法用一個包圍網 把大陸整個完全包圍之石 大陸怎麼去找到突破口 他現在這時候想到的是 我不只是北方的部分 是有在結盟 南方的部分如果我能夠把它 籠絡起來的話 你這個包圍網 包圍不了我大陸 你剛剛那個東協外長會議 在昨天的時候 在越南河內開幕 可是你想想像 東協其實有很多國家在這裡面 可是大家都覺得好像 這個會議成為什麼 成為美中之間另外一個戰場 因為包含他的美國國務卿 龐佩奧還有大陸的外長王毅 都透過視訊的方式 跟所謂的成員國一起來連線 可是我跟你講 大家在裡面唇槍舌戰 而且差一點劍拔弩張你知道嗎 到這樣的緊張程度 我們先講 日本共同社是這樣 因為他報導是講說 每次外長會議完了之後 都會發表一個聯合聲明 他就講說 在聯合聲明的草案裡面 會寫到說要關注大陸 加強實際控制南海的 這樣一個狀況 你想想看這個感覺聽起來 就是好像要大家去注意 大陸的發展 好像說你要給他看一看 所以我現在回來看龐佩奧 龐佩奧在視訊裡面 他其實就直接在這裡面講 你看大家通通都在框上面的時候 他就說 大陸對南海其實都一直有 所謂具有攻擊性的行動 你也知道在南海有很多國家 都說他們自己有南海的主權 你這是不是在挑撥 對 龐佩奧講話就不客氣了 而且還說什麼 說大陸在南海主張的海洋權益 是違法的 結果龐佩奧你這樣講的時候 王毅當然也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他就直接就講說 美國是你正在干擾 大陸在解決問題的這樣一個努力 甚至還講說什麼你知道 他就說其實以中國大陸來講 他們希望跟東盟的這些國家 東協的這些國家 能夠大家再努力的什麼 成為更緊密的共同體 他說中國大陸要跟東盟這些 要成為疫苗之友 意思是什麼你知道 他們現在在研發 所謂新冠的疫苗 如果這個出來之後 其實要跟東盟裡面 大家要有醫療上面 跟資訊上面互相的合作 可是我們就回來看 其實以這些東盟 他們這些國家來說 確實有一些國家 對大陸是有一些意見 比如說像習近平 他們當時搞一帶一路 做很多建設的時候 在魅公河的上游裡面 他們又蓋了很多的水庫 所以導致下游幾個國家 包含緬甸 遼國 泰國 北京埔寨跟越南 你不放水 我沒水喝 沒有水喝就沒有魚 人家有水就有魚 他沒水就沒魚 那你很多漁民 其實在靠水為生的 他們就遇到很多的困難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看起來 日本跟美國 好像站在同一陣線上面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9月8 你想想看9月9號的時候 東協會議才開始 結果9月8號的時候 日本他也就先跳出 結果日本你離這裡 好像有點太遠 結果日本就講說 他要跟這些國家 包含緬甸 遼國這些 他們五個國家的電力公司 要一起合作 為什麼 他說你們現在要發展嗎 沒有水 沒有電 水力發電你就有困難 對不對 他說沒關係 日本要做這個技術上面 去協助他們 好像這個讓人家覺得 一有所指的是什麼 因為之前大陸 也對於緬甸的時候 他就講說一帶一路 緬甸也是很重要的國家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為了這個水的問題 日本居然就這樣講 而且日本跟緬甸之間的關係 其實在最近大家都發現到 好像日本放出很多善意 你看他在8月的時候 就講說開放邊境 所謂開放邊境意思是說 不只是你短期商務客 甚至你連一般的旅客 他都開放他入境 而且還提供了2.83億的 所謂的美金的貸款 說我要協助緬甸這些 而且在7月份的時候你知道 7月份的時候 日本有三大的公司 像這個我們講說王虹 然後還有山井這些 結果他們居然在緬甸那邊 有做了一個發電廠的標籤 而且預計是投資金額 這個所謂20億美金 做什麼你知道 做燃氣發電 你這些東西一弄進來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 你日本現在這樣子進來的話 日本怎麼會沒事來 去做這些事 是不是美國在背後車 對 是不是美國叫你在這邊 幫忙去插旗 這個當然要觀察 可是你想想看 其實對大陸來講 最近有一個國家 在他旁邊 大家一直關注 印度對不對 結果大陸的西藏軍區 在最近的時候 發表了一個影片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個像這個之前 是中印邊境之間的衝突 大家覺得說好像劍拔弩傷 可是西藏軍區 所發布的這個影片 居然是用這個所謂的 多彈種實彈射擊演練 而且他們演練的那個地方 你現在仔細看 其實那個海拔大概有4600公尺左右 高原上 就已經是高原地形了 這個也讓人家覺得說 你在西藏那邊做這些演練 會不會跟印度軍事有關係 我演習完 我如果真要戰爭直接拉到邊境去 高度是一樣的 因為這一段時間 其實有些外媒在分析講說 中印之間的軍力來比的話 印度可能會占上風 為什麼 因為他的人數 其實在那邊駐軍多 第二個是他們比較熟悉高原地形 第三個最重要是因為印度 其實佔領了三個制高點 就黑頂三 熱清跟熱障礙口 你想想看 你只要站在制高點這個地方 你往下要攻擊的人 你從下要往上打 當然很難打 他易於防守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圖上面 就發現到說 以印軍跟他們所謂的解放軍 有時候距離最近的時候 可能只差了這個200公尺左右 印度當然在邊境的地方 就加強巡逻 他除了守這個礙口之外 他甚至每一個小時的時候 他的空軍都要在空中 進行定點巡逻 你知道他們幹嘛 他們現在看解放軍的 這個營地 看我這樣飛過去 這個小時你在這裡 下一個小時 你有沒有大量的車輛移動 你有沒有人員的移動 結果印度在最近 還幹了另外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他居然還給 他就跑到解放軍那邊去 說我們有13頭牦牛跟小牛 要還給你 這麼好心 解放軍一定是一頭霧水 結果印度他講說 我告訴你 這是人道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之前就擅闖我們印度領土 但因為他不是因為 我們印度牛你知道 不然還人 他居然這樣講 可是問題是他後面 還帶了一個什麼你知道 他說你解放軍 以前綁我們的人這些 你要不要還給我們 所以當然這是明來暗去 就是一直在弄 可是印度媒體 對於牛的這件事情 他們很認真你知道 他們甚至懷疑講說 我跟你講 你們應該查一下這些牛 搞不好這些牛身上 有這個軍事的設備 他是來刺探敵情的 你會覺得他們在幹嘛 其實我跟你講 在之前美軍其實不是講說 他們海軍有訓練海豚 然後去偵測這些什麼 什麼潛艇或什麼的 當間諜 甚至連訓練貓有沒有 然後也去給人家 這個就去側探人家 什麼蘇聯的領事館 所以這些東西 只能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中印現在的 整個邊境的這個仗力 越拉越緊 容不得任何有擦槍走火的 一個情況發生